你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勞動局 他有通常兩種職業 他不敢去勞檢 對 媒體是一個 一種是媒體 一種是市議員辦公室 你們市議員辦公室有被查過嗎 通常 通常不太敢 去感動 所以你敢敢去查媒體的勞檢 一定是有很強烈的理由 是的 那本公司 我所經營的網路媒體公司 已經被勞檢好多次了 而且我們才長得才四歲不到 我們成立半年就被勞檢 就是臺北市政府勞檢 就是你說的 我給你一個通知 叫你幾月幾號下午 給我準備好所有資料 乖乖的 我的行政助理 相關的人士都要在場 報告 要不然你等著瞧 就這樣 多可怕呀 周韋航教授 這個後面很恐怖耶 如果他藉著這個東西 介入了 幸好他沒有遂行他的目的嘛 就是克文哲幫這個經營團隊去打擊小英的團隊 對不對 他們想要用勞檢 然後呢把小英的比較矚目的這個靜電士的高層團隊呢 給鬥爭調 第二呢還用民眾黨的質詢 然後讓NCC呢去制裁他們認為跟小英比較好的團隊 他們目的是這兩個 對不對 後來呢是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但是如果被他達到目的的話 柯文哲手下就多一家電視臺耶 我講的是大白話嗎 是不是這樣子 呃 這個喔 我必要講我們先先從整個狀況 我把文杰講的東西再講得更明確一點 因為文杰議員講的就是稍微有點保留 就是稍微有點就是留一點空間 但是我講第一個老檢他真的要去的話 他那一定要去寫我這是誰檢舉的 我要強調可以是賴湘寧檢舉 可以 他也是個中華民國國民嘛 他可以說我賴湘寧居民檢舉 但是如果是我檢舉 我不會拿到那一家公司 這麼詳細的資料 照片什麼的 他只會去勞檢完之後給你一個通知說 我們勞檢的結果是怎麼樣 你說後來是賴湘寧記者會是賴湘寧拿著資料 在開記者會 但是他有一個很齊全的資料 是不是檢舉人能拿到的資料 他是接受蔡壁如辦公室準備好的 賴湘寧也真是一事一迷 已經垮了好多次了 對 我要補充一下 賴湘寧他現在也要選舉了 他要選桃園市長 所以他也要一點曝光 好 拉回來 那第一個 他為什麼要排賴湘寧講這個 因為他畢竟是勞動局長出來的 可是他這樣子一把賴湘寧弄上去 反而難看賴湘寧為什麼 你感覺是不是我透過過去局長的那一種關係 去叫局裡面的人 撲資料給我 所以賴湘寧後來想想不對勁 他有點想不玩這一局 那這就給你這個蔡壁如去玩這一局 但他們還是玩了 這就是我們什麼呢 所以賴湘寧講到一半又撤手了 就是他稿子是這樣發啦 但是他們現場實際上還是蔡壁如那邊 在弄了一個黨團的這個記者會 好 那我必須要跟各位說明 為什麼一般人去檢舉一家公司 人家勞檢完拿到資料不會這麼全 因為那裡面可能有人家商業機密 他什麼時候上班 裡面到底有什麼人 他可能牽涉到一些飲食 比如說我在這裡工作 我不想被人家知道 真的 還有商業競爭的問題 對啊 商業競爭是很嚴重的 所以那個是不能外流的 他是機械機密 但是這麼輕易就外流去 而且速度這麼快 如果我是一個議員 我去要資料 會是一天之內 你昨天去今天有嗎 沒有這麼快的啦 大家都在台北 沒拖給你拖個一週兩週是不會出來 說就算給你一些東西也是東遮西遮 不會是這麼完整的東西 所以講白一點一定是有人配合 而且配合整個流程是提前講好的 不是說我臨時起義叫你去勞檢 然後呢 我再施壓給你 叫你東西給我 應該都是講好了 你我什麼時候開記者會 你東西要做好給我 所以他這個已經有點接近療療 這是統一的一個戰鬥機器 這是民眾黨跟臺北市政府的公權力結合起來 至少他的目的是有私人的動機嘛 對不對 這樣子多可怕呀 然後呢 這個幸好這一家叫做媒體 這一家是媒體有反制的能力 一般的公司是沒有的 一般的公司 我們要講碰到這種狀況 可能就直接就打電話 問說請問那個募款餐券 方不方便買個幾張 我覺得好不可思議 這個你們要繼續追下去 這個不像話 這個柯文哲絕對跑不了 他不要到時候又說跟他完全無關 因為他們中間進電視 換了好幾個董事長 對不對 然後呢 哇哈你聽了 你了解這個狀況了吧 你覺得 對 你覺得跟柯文哲沒關係嗎 我剛剛還講了 這裡面的一堆人 那個原先鬥爭失敗的 那個董事長的那個跟他旁邊的那個好朋友 後來是有一點被退出了 但是這些人原先想要拿下這個經營權 而他們投訴的對象 跟他們政治結盟的對象是柯文哲 你說柯文哲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柯文哲 你也可以說我跟誰都很好 我都不認識 是這樣嗎 怪嚇人的 我們媒體耶 但是現在就是說 從我們比較明確知道的情況來說 就是民眾黨通過他的議員 賴香林是前勞動局局長 去指示台北市的勞動局去做了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本身這勞檢是沒有太大的根據的 但是更壞的是你這勞檢的結果完全泄密給民眾黨 這個是明顯違法行為 然後搞質詢做政治上的工房 為了政治目的 所以這裡面你這個民眾黨的 不管是這個蔡壁如和蔡壁如的辦公室主任 還是民眾黨的立委賴香林 他們這幾個人是有明顯的違法行為 我覺得這個是要追究的 那怎麼追究呢 你們這個議員好幾批已經質詢了 然後那個柯文哲還賴皮 然後還假裝什麼都不懂 然後陳信宇要辭職 你們現在是怎樣 是這個很少這個各個政黨要求他 陳信宇要負起政治責任嗎 那柯文哲還是在議會裡面 還是在那邊耍賴啊 柯文哲還是耍賴啊 他說他很久沒有去這個民眾黨黨部了 他不知道民眾黨在做些什麼 這就是柯文哲的風格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就一定要查清楚 你不生氣啊 對 面對他你不用生氣 然後呢 你要怎麼樣幫我們大家討回正義 但是你要抓到能夠 能夠逮到他的方法 那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們臺北市的針鋒處 老實講 已經克盡 鎮鋒手段 行政調查可以做到的了 他查到天花板不敢查了 因為查 那個天花板是 接下來你就要強制手段 強制手段是針鋒處沒有 是真的嗎 對 針鋒處真的沒有強制 所以我們要追紀檢署 對 要追紀檢署 所以我們昨天已經 臺北市議會已經把所有的報告 相關的證證據 全部轉到地檢署了 這件事情跟黃珊珊有沒有關係 目前 目前不知道 但是目前來看的話應該是我認為是跟民進黨 第一次下黨主席比較有關係 跟蔡壁柔 但是問題是黃珊珊不是也是誠信於效忠的對象嗎 他前一陣子不是也在那個發動募款 然後或是這個相關的活動裡面替黃珊珊這個政治上的訴求 但這個事情我看不出來對黃珊珊的選舉有任何好處 因為他純粹就是 他的目的 要來打擊 打擊小英 打打擊電 進電視或進週刊 因為他們覺得他跟綠營民進黨關係比較好了 那背後的這些人是怎樣 這個像話嗎 各位這個案子呢 當然梁文傑又要被我們追蹤了 你要繼續查 你查不到我們 我們也會罵你 十一月二十六號之前可以查出一個端倪嗎 第一個要看地檢署 第二個應該還會 因為進電視 他也是有反擊能力 對 他手上也有一些東西 據我知道 對這樣子 所以應該結合起來 你要查這些相關的柯友友的電話 柯友友這個人 跟蔡僻如有沒有打電話 跟柯文哲有沒有打電話 然後蔡僻如有沒有跟 接受這個人的指示 或是柯文哲有沒有接到這個人的電話 然後一查就查出來了嗎 對不對 是 除非他們全部都說謊 這個是害人聽聞 非常謝謝文傑 我們等一下還有一個 也很害人聽聞的新聞 那就是臺中選委會用的是同樣的 這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對不對 臺中市政府這個所推選的選委會的委員會 然後假裝是獨立 其實他就是臺中市政府 是盧秀燕他這個任命的 那盧秀燕背後的那個 盈務者原來就是嚴慶彪 結果臺中市選委會 我們的選委會的委員 把他名單一打出來之後 才發現原來都跟嚴家關係 非常密切 用這個政治報復手段 去罰陳林雨甄 這個五十萬元 罰臺灣激進黨五十萬元 這個可以忍耐嗎 這種政治的報復 如果讓他達到目的 就像是臺北市政府用勞減涉入 這個一個公司的經營 我們這個國家還要民主嗎 各位你不覺得很毛骨悚然嗎 經過這幾天呢 各界非常驚恐的討論 然後批判之後 我們比對出來發現 這些選委會的人 他根本都是打手 所以要請教德語 現在越看越不像話 那個最後是五票對四票嘛 對不對 這五票居然還不記名投票 可是呢 經過仔細的這個查證之後 這個是也是跟剛才文傑講的 蔡佩儒的辦公室 所做的那個勞減 作為一個這個私人政治報復的工具 一模一樣耶 這也是利用臺中市政府 轄下的公權力 中立機構來達到 他報復激進黨的一個 這個政治手段 有關李宇貞被裁罰的這個案子 裁罰機關是這個 臺中市選委會 那臺中市選委會 跟臺中市政府 是兩個不同的機關 但是選委會的這個主任委員 是市府秘書長派任來兼任 由市長派任 那選委會的總幹事呢 是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的民政局副局長 所以說在這個機關 跟預算的這個部分 看起來是兩個獨立的機關 但是實際上 我們在政治運作上 在行政的這個運作上 其實是連結的 是環環相扣的 那我特別還原一下 李宇貞被裁罰 五十萬的這個案子 大概有三個關鍵點的一個時間 第一個是在今年 一月四號的 這個臺中市選委會 選兼小組的會議 那也就是剛剛寇傑講的 所謂九個出席裡面 五個贊成 四票反對 不記名投票 那這個部分 選兼小組 把它立案之後 送到選委會的 這個大會審議 那第一次審議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今年二月 一百二十三次會議的時候 有曾經就一月的這個選兼小組的決議 決議說要裁罰五十萬 然後送那個選委會 但是二月份的選委會 討論了一會之後 沒有共識 也不敢決定 那所以說留了一個會議紀錄說 跟中央請事後 留待下次會議再決 那再來所謂的下次會議是什麼時候 下次會議就是 今年的三月二十二號 今年的三月二十二號 三月二十二號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是 二月份的選委會跟三月份的選委會 選舉委員會的委員是換屆了 就是說二月份 這一個不是 這一個盧秀燕任內 聘的這個選舉委員 雖然說在二月份的那個委員會的時候 雖然選兼小組有送上來 但是那時候討論完之後 還是沒有訂見嘛 那等到三月二號 盧秀燕任內新聘任的 這一個選舉委員上任之後 三月二十二號重新審議 這一個李宇財法案 正式把他決定說 好確認財法五十萬 那為什麼我要先講這個事實 這個有兩個點 一個是我們爭議的選兼小組 選兼小組就在選委會裡面 針對選舉罷免事務 他會去做一些 包括現場的這一個巡迴監察 或是重大的違規案件 他會去做認定 那為什麼我們要先講一月份的 這一個選兼小組的會議 選兼小組的會議 剛剛寇姐有特別講 九個裡面五票對四票 那所謂選兼小組如何如何組成 他有五個常任委員 那五個常任委員裡面 這個是任期制的 那另外又有五個 是因為這一個所謂的任務型的 這一個監察小組的委員 那裡面重點來了 我特別查了一下 在這個110年 也就是去年陳柏惟的這個 罷免案成立之後 為了因應罷免案 台中市選委會 徵聘五位監察小組的成員 那這五位的這個成員包括 蕭家勝 陳亮衛 趙春旺 還有吳黃隆 黃坤信 這幾位也就是我們剛剛後來 在一月四號的那個選兼小組裡面的這個成員 那這個有什麼連帶關係 包括我們今天朗東 溫朗東他在他的臉書或是他的這個投稿新聞裡面 我們去爬出相關的這一些 新聘任 盧秀燕任內所新聘任的這一個監察小組 結果我們幾個名字裡面去跟他比對 都有所謂的清工會的背景 所謂清工會是什麼 清工會就是中國國民黨的這個 外部或是相關的這個附水的這個組織 裡面的這一些成員大概都跟國民黨有淵源 甚至他們的這個會員大會也會放一個 大大的黨旗在現場 那所以說我要特別質疑的說 為什麼人家說的 來中陰三分 為什麼盧秀燕當市長時候 你說獨立機關 那問題是這一些 包括你要新聘任的委員 或監察小組的成員 名單是選選委會的公務人員 自己去google去找出來說 我要想要找誰嗎 當然是他的這個總幹事 回去跟他的老闆問 報告局長 民政局的副局長一定會回去問嘛 這個要先選要來新聘任 這一次的這個委員 我們要聘任誰 所以還是回到市政府回去 把名單填出來再交代下去嘛 這個大家都在縣市政府公務機關裡面 我們都待過 我們很清楚這一些所謂外聘委員的來源 一定是這個上面交代下來的啦 那為什麼交代下來的這些名單 偏偏都跟地方的這一個脈絡 或者是他過去曾經的這個政治參與 都有藍色的背景 當然今天新聞出來之後 有好幾位這個當事人 他都有曾經說 可能他的這個職務 可能是早年之前 不是最近啦 最近他也沒有參與 這個親工會的活動 那這個我們可能 大家說我們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我們這個 等一下我們把溫朗冬寫的內幕 跟大家再做一次這個說明 然後德語再來補充 各位這個裁法案是幾號 訂的你知道嗎 是1月4號 今年的1月4號 1月4號是什麼意思呢 是1月9號 顏寬恆跟林靜怡的 補選的選舉投票日之前